各位朋友 大家午安 歡迎收看未來事件部 我是王志玉 現場我們邀請到的是華信 投過的總記憲文 文恩哥 午安 主持人 大家午安 文恩哥 今天怎麼會突然間大跌 9 3 4 7 對 上禮拜五講的數字對不對 對 那今天一下子就馬上往下跌破 對 一分鐘跌破 最後是跌86點 現在9 2 92 就是9300整個就跌破了 對 沒錯 那今天這個量雖然比較少一點 573億 但是跌到大家就有一點頭皮發麻了對不對 文恩哥 那到底在過年前 行情怎麼規劃 基本上 我們先講結論好了 其實今天台北股市這樣跌是不太好的 我等一下會拿一些證據給大家做參考 不過好消息是說 如果說你要再做更精確的預測 明天還會再殺一次 可是問題明天殺之後 他應該會有一個彈生的力道 所以說如果你做錯邊的 你明天千萬不要停損在地板 那我講坦白的 今天台北股市跌86點 我講坦白的 包括我是小小一點點的意外 可是就一般投資朋友 他叫做大意外 不是大幸運 馬上瘋掉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請問大家 你今天早上起床 看到美國費半指數上漲 納斯達克指數上漲 甚至於有很多財經節目 已經連續講了好幾天大放送 告訴你根據過去的一個所謂歷史經驗 農曆封關之前 台北股市上漲的機會 高達八成以上 那他一直跟你放送說 高達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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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意思就擺明告訴你 你要全力做多 結果你全力做多的下漲 今天馬上就斷頭了 那基本上我再強調一件事情 我們為什麼 我們要做到一個所謂事前的 一個所謂預期跟預告 而他是我的新的好朋友 不是至於就是若勳好朋友 遙控器 你們有看過一部電影叫遙控器嗎 有 有部電影叫遙控器 那個誰演的 那搞笑先生演的 就是說你可以回到未來 回到過去 如果人能夠回到過去 有多麼樣的好 滿好的 我要去買樂透 當然買樂透 那甚至於當時 你可能台積電買個一億 你到現在就已經穴道爆掉 回到十年前就好了 那跟遙控器 是沒有什麼多大的關係 重點就在於說 我說過 今天你要成為市場生命家 你一定要有本事 做到一個one stay ahead的預測 好 這是我在上個禮拜 我節目當中 我已經有跟大家預告 我說9347點 他就是多方的 一個所謂的方向就好 好 那我們看一下今天 那麼為什麼 你要做到one stay ahead 的一個所謂預測 我請問各位 我不管包括9347也好 941也好 包括你們所不知道的時間 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主力作手的價格觀念 包括周線月線關鍵價 包括一個多空主力心態 就像你用KD的 就像你用MACD的 面對今天台北股市下跌 你認為台北股市會跌嗎 就像你使用突破跟跌破的 我在上個禮拜是 那根紅K棒叫做突破K棒 結果今天變成跌破 那我請問大家 那上個禮拜是 那根紅K棒 是叫做標標準準的假突破 所以說不要把你的人生 搞得這麼樣複雜 你只要服一 你只要遵從主力作手的 多空防守價 你自然就有反敗為勝的 一個所謂機會 好 那我請問各位 今天9.01分的時候 9.01分的時候 他直接垂直往下擊殺 結果有沒有直接跌破 9347的多方防守價 等同意我9347 他本來是一個所謂支撐 就當支撐一跌破的情況 支撐馬上變成壓力 那我請問各位 當他跌破9347之後 又往下多殺了38點 那我請問大家 是誰導致於台北股市 形成開低走低 很簡單 看清楚喔 這是你今天一開盤 你所看到的一個所謂主力心態 至於有沒有很漂亮 等同意我主力心態空的長度 他幾乎是禮拜五的將近有25倍 這麼樣的長 就是因為主力心態強空 導致於今天台北股市一刀殺下去之後 再殺一刀 結果從此之後 開始陷入了一個所謂橫盤的 一個所謂態勢 那這再一次證明什麼 我再跟大家強調 我說今年的一個所謂金基年 他會充滿了到處的很多的片線 為什麼他用片線 因為很簡單 我請問各位 你不懂突破 你不懂上下震盪叫突破 上下震盪叫跌破的投資朋友 基本上你們現在就只能等待解套 甚至於你連投顧節目 你連報紙 連什麼工商時報 經濟日報 你都不想定了 因為你只是在充其量等待解套 那麼現在剩下市場上面的這群人 我告訴各位 包括在看電視的你 你是具備一個所謂被教育性的 等同於你會從網路 從書本學到很多專業知識 學到很多專業技巧 或是你會使用很多神奇的 一個所謂買最低賣最高的軟體 那我請問各位 你們現在是市場上 唯一還存在市場裡面的 重要的精英分子 那主力作手 他要怎麼樣去撈你的錢 你需要錢 主力作手他更需要錢 他唯一能採取的方式 就是採取一個所謂片線的模式 快速舉例 我記得在1月3號的那一天 他就先搞片線 什麼叫片線 我第一點我先破D 第一點破D 讓你以為那叫做跌破 而且你要知道 所有的投庫的軟體 它的一個設計的模式 就是架構在突破跌破 因為只要一跌破 它的KD就會出現死亡交叉 就當你看到KD出現死亡交叉 當你看到跌破 當你看到你的軟體出現放空訊號的時候 他又往上高點過高做一個所謂突破 結果當天台北股市 有沒有收在最低的低點 再一天上個禮拜四的時候 上個禮拜三 我先跟大家預告9266 就是周線關鍵架 就上個禮拜四 他先手9266周關鍵 垂直往上擊拉 又垂直往下擊殺 我請問各位 那麼當他往下垂直擊殺 就技術分析的定義 那是個標標準準的尖頭反轉 那我請問各位 如果那時候在上個禮拜四 你認為他是尖頭反轉 我說真的 今天台北股市跌80點 跌800點 跌8000點 對你一點意義都沒有 因為你早就已經被人家請出場了 這是為什麼 你是需要知道9266 他是周線關鍵架 這是為什麼你是需要 擁有一個所謂主力心態 因為他能夠讓你在短短三天 掌握102點的上漲 因為那一天往下擊殺 這叫證據的保留 主力心態還是個標標準準的多 所以說往下擊殺之後 上下震盪 他之後有沒有再往上做一個所謂拉抬 沒錯吧 這是我在盤中連線 所跟大家做的報告 那同樣在上上個禮拜四 我有沒有跟大家 預告周線關鍵架 那上上個禮拜 當他往下擊殺 為什麼上個禮拜一還能衝高 還能再衝高 因為很簡單 主力心態他是個標標準準的多 這是為什麼 你需要在第一時間擁有主力心態 那麼其實 這一個月的行情 我本來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我就會非常非常的小心 好為什麼呢 來我們稍微回顧一件事情 你記不記得 上個禮拜一 台北股市是先往上急衝 那急衝 急衝的時候我就先落跑了 他上下震盪之後再衝一次 就再衝一次之後 如果你真的以為會漲 就當天收在最低的一個所謂低點 你知道為什麼這一個月台北股市 我這麼小心嗎 至於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沒有量嗎 不是 不是 我是不鳥過年這種東西的啦 因為就我的會員 我們都多麼希望每天都交易 快過年 我們就少賺一個禮拜時間 好回到上個月月底 至於再一遍喔 OTC紅燈 大盤什麼燈 綠燈 對 這就是我很謹慎的一個所謂原因 因為OTC紅燈 大盤他是綠燈 他藉由周縣紅燈在做一個所謂嚴授 這是我在節目當中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的一個所謂邏輯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能通過片線的 一個所謂連續考驗 就像上個禮拜一 我站在賣方 賣最主要的原因 因為在上個禮拜一早上起床 我們看到美國股市超級無敵大漲 只有台北股市 竟然開盤只有小漲而已 連最基本的空幫防守價都沒過 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那為什麼我開盤沒有辦法 美國股市大漲創新高 那為什麼我連空幫防守價都沒過 因為上面有人在賣 而我的邏輯 我的訊息 也讓外資看到 這是為什麼在上個禮拜 9點45分 當你看到新太益有多轉空 有多轉空 就上個禮拜一 台北股市有沒有收在最低的低點 一天要過去了 那麼禮拜一 跟大家所做禮拜二的預測 來看一下上個禮拜二 上個禮拜二應該 我講坦白 上個禮拜二 我們不要說你賺錢 上個禮拜只要你沒有賠錢 基本上今年你已經成功一半了 可是上個禮拜 如果你賠錢 我奉勸你 全方位360 你無論如何 你一定要好好掌握 為什麼 上個禮拜我都會被 先低點破滴 低點破滴之後 高點過高 高點過高之後 又低點破滴 低點破滴之後 尾盤收在最高的高點 又高點過高 那我請問大家 如果說你有這麼多的意見 你每一趟你都想要做 你把你的神奇軟體打開 上個禮拜 你有沒有被扒到脫褲子 可是我的操作邏輯很簡單 我們在上個禮拜 看到主力心態是個標標準準的空 所以說我們就服從主力做手的方向 就在一殺有沒有殺了 將近有30點 一天又過去了 結果來到上個禮拜三的時候 我在節目當中 我總跟大家預告了 所以說這是為什麼 我還是強調一件事情 你們自己做 如果能賺錢 你看我的節目自己做能賺錢 你就自己做就好了 可是如果看我的節目 我講得這麼樣的清楚 這麼樣的明白 你還是賺不到錢 代表你是需要我的協助 那為什麼你要選擇我呢 你可以選擇那些 每天都大賺的 為什麼你要選擇謝溫 因為很簡單 你有得到一個所謂事前的預告 絕對不是等到收完盤 跌的時候告訴你空最高 漲的時候告訴你買最低 你有得到一個事前的預告 事後你有得到一個所謂完整的驗證 就像9347點 我在上個禮拜就跟你預告 就好像今天 一滑跟他連線的時候一開盤問我說 台北股市為什麼跌那麼多 那我們跟大家預告主力新太空 那就是因為主力新太空 導致今天你看到外資在期限或同步大賣最主要原因 這就是事前的預告 事後你得到完整驗證 那如果你得到完整驗證 差一天真的差很多 來我們舉個兩天的故事你就知道了 在上個禮拜二我跟大家預告 禮拜三時間先空後多 就禮拜三早上起床 美國跳空開高 那我請問各位 跳空開高 那台股到底是要開高走低還開高走高 不知道嘛 可是我有先跟你預告時間先多後空 配合著主力新太 它是一個標標準準的空 結果禮拜三台北股市這一刷下去 有沒有跌了50點 這是為什麼你是需要在第一時間 擁有主力新太空好再變 結果上個禮拜四 早上你起床的時候 我講坦白的 如果說你真的有在看財經節目 有些財經節目很厲害 它會特別把這個標題大幅度的放大 它告訴你紅海重建 蘋果砍i8供應鏈 結果上個禮拜四跳空開高再變 上個禮拜三跳空開高 因為主力新太空台股開高走低 上個禮拜四跳空開高 如果你沒有主力新太 你用經驗法則 你會不會認為台北股市又是要開高走低 我說過了 今年最機車的地方 你根本永遠不知道 哪一次是真的 哪一次是假的 上個禮拜三 禮拜四 上個禮拜三跳空開高 一口氣往下刷50點 上個禮拜四 跳空開高 跳空開高 拍謝 禮拜三是主力新太空 禮拜四是主力新太多 一口氣漲了68點 多機車 禮拜三主力新太空 所以說為什麼你是需要在第一時間 擁有主力新太空 主力新太空 跳空開高 一路收盤到最低地點 禮拜四跳空開高 完全 你們完全都是讓主力做手 王夢文在鼓掌之間 他想要他開高走高 他想要開高走低 你都不知道 那就真的不要再做了 這是上個禮拜四8050分 看到很明確的 明確的心態的一個方向 有看到吧 好 這是上個禮拜四的心態 好 那麼再來進入了上個禮拜五 上個禮拜五 台北股市 因為美國股市 導致於台北股市跳水 那我們跟你預告 9點09分 這一個低點破低 它是一個標標準準的 一個所謂送分題 那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很簡單 很多時候小事 你全方位360 什麼時候要結案 我告訴各位好了 基本上 如果說你看大部分的頭顧節目 每一個人都跟你講說 明天是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之後就沒有了 就下個禮拜 他又有新的專案 下一個月他都有新的專案 我告訴各位 這不是結不結案的問題 重點就在於說 這是定義上面問題 我說為什麼叫全方位360 第一件事情 我給你魚吃 第二件事情 我要教你釣魚的技巧 我問大家 現在看到今天台北股市 一口氣跌了將近100點 每一個人又兩手開開 算了啦 我不要做了啦 我要開始封關了 我要提早休息了 這句話 你把它記在你的腦袋裡 如果你要提早休息 你現在幹嘛浪費你的電影在看節目 如果你要提早休息相信我 下個禮拜封關之前 你一定會再找機會出手 可是你出手的那一次 你又註定要賠錢 不好意思啦 不是台語說不是在看你們帥啦 我想的是事實 就像我請問各位 今天你的老師 有沒有看到台股跳水 以為機會來了 以為美國股市漲 以為什麼 以為根據過去歷史經驗 台北股市農曆股市 一定漲 帶你去做多 今天馬上殺一刀下去 那是因為你沒有主力心態 那是因為你不懂得 一個所謂空間的理論 什麼叫空間理論 就好像我再上個來再舉例一遍 我上個禮拜四 跟大家預告禮拜五時間先多後空 先多後空 就是因為有一個九點半以前的多方時間 而且殺到九三六六的多方架 結果是不是一個標標準準的送分題 再來一次 那麼同樣來到了上個禮拜 我跟大家預告九千三百四十七點 是多方的一個所謂防守架 我請問各位 我請問各位 那為什麼我跟你講九三四七 為什麼你不相信 至於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那是你們從我節目看來的 那不是你自己算的 你懂我的意思吧 就好像我們在教育小孩子 數學題它是要用算的 不是用看的 你用看的 你把公式背得滾瓜爛熟 如果你不懂得如何計算 即使公式你全部會 等到打戰的時候 你一毛都不止 因為你完全都不會 因為你不會算 因為當你會算之後 你能不能在開盤前十二個小時之前 你就懂得所有的一個所謂多空的 一個所謂防守架 你就不會製造出這麼樣嚴重的 一個所謂錯誤跟問題 那更重要重點 老師啊 我真的很懶得算 怎麼辦 那沒有關係啊 你要想盡辦法在第一時間 擁有我們的主力心態 要怎麼擁有 如果你是一個積極的看盤者 你直接把我們的軟體 下載在你的電腦裡面 如果說呢 你每天可能要忙進忙出 跑來跑去的話 你不妨直接去下載 我們的一個所謂APP 因為我認為啦 我需要啦 你能夠在第一時間 不是老是等到十一點鐘 看到一華節目才知道 目前主力心態是多還是空 因為全台灣沒有人比我更渴望 你們賺錢 至於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們賺錢 你們會不失 這是我們全方位36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任務 就要這樣看清楚喔 剛剛你所看到的電腦的部分 今天一開盤主力心態強空 宏洋如果你直接去下載 我們的一個所謂APP 從上個禮拜五開始 上個禮拜五開始 你有沒有看到主力心態 它是由多轉空 到今天開盤之後 主力心態還是個標標準準的空 你可以直接下載到你的手機裡面 手機裡面來奔透到 你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知道人家主力作手 到底是做多還是放空 因為我剛剛跟大家報告過了 全台灣沒有一個人 比我更渴望你賺錢 因為我知道當你賺錢之後 你會進入我們第三階段的 一個所謂行善不失 那我直接跟大家報告過了 我們捐款總金額已經快要賣向200萬 我也一直往這一個 這麼偉大的神聖的使命做邁進 那麼我也希望說 你們不要再跟我講什麼一利一休 你們也不要跟我講說年終獎金 你領幾個月 你沒有領 你也不要跟我講無薪假 我只知道台灣需要被幫助的人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台灣到處是充滿了亮點 台灣是個非常可愛的國家 他需要你們來共同協助 那麼因為時間比較不夠 你們稍微看一下 這是上個禮拜 1月3日到1月6日 我們所捐款贊助的單位 從一粒麥子 藍迪兒童 弱勢兒童 脊椎損傷中心兒童 仁愛兒童之家 創製基金會 樂福基金會 唐士誠基金會 兒童福利聯盟 門落基金會 育成基金會 家福基金會 天主教散募基金會 抱歉 這不是上禮拜 我就奇怪怎麼練一練 越練越不對 上個禮拜是包了什麼 上個禮拜包了什麼 來 為什麼上禮拜 我稍微念一下 因為上個禮拜 有一些比較特殊 我第一次接觸到的單位 包括安德烈協會 還有所謂的 維克公益協會 積德慈善功德會 乃至於快樂學習 再從快樂學習 我們又延伸到 這一張是脊椎損傷社 脊椎損傷中心 脊椎損傷社 好像不太一樣 然後這一張的話 則是門落基金會 再從門落基金會 到一粒麥子 再從一粒麥子 到台灣省私立 僅人殘障教養院 那麼從這個地址 我才發現說 台灣真的很可愛 至於你看這地址 我在八德區 蕭李李 很酷 酷的名字 對 沒有沒有 蕭李李 三個李 兩個李 蕭李李 然後長新路850 非常好的一個所謂地方 那這邊我還是老話一句 真的 國家因為有我們的存在 國家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全台灣任何節目都是一模一樣 包括卡通 包括悠遊台都是一模一樣 有在叫人家行善不思 有在勸人為善的 大概就只有我們 三立財經台 由王志宇小姐所主持的 有 有 我們節目叫什麼名字 未來十九 謝謝 我才答案是我的節目 所以說 還是老話一句 先驗證 先驗證 你也可以成為我們 善心的一份子 因為全台灣 沒有一個老師 比我更渴望你們賺錢 因為國家需要你 社會需要你 可是問題 你要全方位360之前 麻煩你先驗證 如果你得到了一個 所謂事前預告 不管包括三立財經台盤中的連線 還有我每天下午的財經節目 如果你得到事前預告 事後得到完整驗證 全方位360 老話一句 差一天差很多 記得改靈廣時間 撥通電話加速 玩家群 我們先休息時間 馬上回來 發信頭顧 真心照顧 速波領航專線 02-2392-3988 2392-3988 台唐總統 台唐喳喳喳喳喇 台唐喳喳喳喳喰喲 採用台唐豬肉 配上優質蔬菜 還有新口味唷 台唐手工水餃 尽闲五千年中华音乐舞蹈 初期美好 开创潮流 文化时尚 一场必看的演出 体验神韵 购标资讯请下 0800888358 好 这个大家都一定最关心 接下来要怎么办 没有 其实很多人他会说 老师按那个主力心态 我不能等到11点钟 我看逸华节目才知道 那当然有很多方式 不管就比如说你电脑打开 我们公司电脑在9点钟都可以 可是你要预约 就直接可以跟你做team view 让你在第一时间知道目前主力心态 不是每天跟你讲 是让你去验证 因为你们喜欢验证 或是如果说你真的有空 你也预约 预约 我不怕你盘中直接来我们公司看 那你至于说 接下来这个行情到底该怎么看 我讲坦白 这个行情我有一点头痛 为什么 因为在今天的传承稿 你们好像读不到 读到我念给听 我说如果分线收破9330 然后折多头就倒了 不好意思 这个没有 这个是我盘前写的 这是我盘前写的 那么9330是什么意思 9330它所代表是月线的 一个所谓关键价 好那听清楚 那么所以说目前空方防守价 有一关非常重要一关 叫做9330 你总不能告诉我 老师大盘二月份 大盘月线绿灯 OT红灯 没有这么 每次都月线绿灯 OTC红灯好不好 那会不会月线绿灯 OTC绿灯 结果二月份杀到人羊 马上杀到拖裤子 所以说目前而言 月线关键价 它是空方的一个防守价 那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跟大家报告 我说不排除明天开盘之后 还会再往下杀 可是来到了日线的 多方防守价 它应该会有一个多方抵抗 那至于这个日线 多方防守价落在何处 我只能奉献各位 自己想尽办法算 那如果你不会算 或你手中有部位 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 广告中的电话把它拨通 那至于很善良 他刚才没有问我精彩 不过我这个很简单 我这个人 我做过什么样的 一个所谓股票 不会在节目当中 突然的一个所谓消失 那么所有的讯息 即使你是我们的APP 老师APP是比较低等级 没有这回事 你如果下载我们APP 里面有一个即时讯息 我们也会把 我们所看到的资讯 所看到个股的方向 很清楚去跟大家报告 就像当时的 不管包括中宏 不管包括环球金 各账三次涨停板 那我请问各位 至于工业4.0的股票 今天有跌吗 我今天灯好亮 我们介绍上营 204有上营 6188广名 616零化 你不是嫌他速度慢 那你去买快一点 今天有没有大跌 那为什么这三档股票 不会跌 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报告过 他的主力心态 是一个标标准准的 一个所谓多 那同样的 我们做股票 我们会买也会卖 就像信仓化 我们在24.5卖掉 结果今天信仓化 剩下22.25 没错吧 都还记得吧 就把信仓化的钱 跑去移去买 1590的雅德 雅德从240块 涨到253块 那是老师 我想听一下 3374的精彩 拜托各位 我这个人 不是7-11 我这个人 比一般投顾老师 厉害的地方 就在这里 厉害 投顾老师 只会跟你讲历史 某某股票 他当初推荐 他会员根本没有买 一口气涨三成 涨四成 结果推荐错的股票 他在节目当中 绝口不提 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自己看答案 自己看答案 精彩等同于 他今天已经收破了 多方35.72的多方防守价 代表他整理的时间 要拉得非常非常的长 这是他明天的 一个所谓多空防守价 所以说还是老话一句 你先验证 验证完之后 如果你认同我超级 全方位三女 差一天真的差很多 好 非常谢谢文哥 谢谢大家今天收看 未来事件部 明明见 未经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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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